谁最心疼嘅嘅 下个女朋友 深夜爱情故事 她从哪里看到我的翘子呢 我看不见 嘿 各位好 欢迎来到星山树的频道 我是尼拉树 Hello 大家好 我是星陀将 那距离我们上一次两个人同时露面呢 已经过去了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应该有蛮准备跟大家见面了 让大家对比一下 我们两个是胖了还是瘦的呢 我其实是胖了的 因为工作嘛 你知道工作是久坐不动 然后又吃得多 然后就胖胖 越半越半越晚 然后到现在 五月份的时候呢 我和阿淑老师就打算 去健身房办卡 然后健身 然后下面呢 就是咱们这期的主要环节了 咱们的十万粉丝奖牌的开箱环节 那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 大家好 我不是在搓麻将 我这几下是有个小宝藏 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重 那没鞋的 比哩比哩比哩 比哩比哩干杯 哇 其实它很重 我想先给大家看这个盒子的质量 这个非常好 这是什么 这是已婚给我的一张信 十万粉丝成就达成 身穿术 感谢你的一路陪伴与支持 也感谢粉丝的一路陪伴与支持 好重 好可爱的logo 那这个奖牌也是属于大家的 十分感谢大家 是真的十分感谢 好 那我们把这个奖牌 我们放到后面来 好 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摆在这儿 看看5月15日 与阿树做up主 已经过去了861天的时间 我想问一下 大家的话是对哪一个视频 是入坑的呢 可以打在弹幕上面告诉我们 大家可以弹幕上刷一下 知道 走走走 好了 那下一个环节吧 我们的Q&A OK Q&A 3 2 1 Action 第一个问题 有小伙伴问 分享一下影视后期就业 这方面的问题 那其实有几个方向 一是自媒体或工作室 二是婚姓特效广告公司 三是动画公司 四是电视台 五是剧组或者电影公司 那有这么几个方向 那提问的你呢 也许还没有脱离校园 那其实在大学时期呢 是有很充分的时间 可以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那你可以试着多拍 多剪 然后多上传 说不定呢 就会有意外的惊喜 对 好 第二个问题 图一图二的姑娘 有没有男朋友 有啊 顺势在下 能分手吗 不能 不能 严肃的说不能 因为好事将近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吧 有没有打算做些达芬奇的小技巧 分享呢 或者达芬奇插件分享之类的 近期还没有打算 不过在这里 可以推荐两个up主 看教程呢 可以看影视飓风 看相关的插件 你可以看VicoVlog 这个老个的频道 那我们的频道 目前还是会以PR和AE教程为主 但之后应该我们也会有突破 嗯 也会的 我是激励他 研发新的东西出来 不断进步 下一个问题 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啊 这个问题很好 问得很好 问得很好 那其实我俩是高中同学 但是呢 上了大学之后才在一起 那虽然不在一个学校 感情还是非常好 这个问题问你 怎么撩妹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需要问他 因为他不会撩妹 找到自己的个人魅力 让人家女孩子过来 诶 觉得你这个人 这一点真的太吸引我了 我太喜欢你了 这就是你的菜 对 你就是我的菜 你也是我的菜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加油 怎么样才能有 阿树这样一样 帅气的男朋友 加油 加油 我应该是靠运气 找来的男朋友 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 谁最心疼嘅嘅 谁最心疼嘅嘅 是你吗 行走这样 不是我 好 吓个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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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呢 吓过你 吓过你 决摄影能找到女朋友吗 那学好摄影的 肯定是你的加分项 但是不是你的首选项呢 这个还得要看妹子本人了 我觉得如果会摄影的话 其实还蛮好的 感觉蛮多的男朋友拍照 都是死亡角度 如果你有一个很会拍摄 或者拍照的男朋友 还是一件很值得需要的事情 为什么离开了芒果 这个外人看起来 还是十分不错的一个平台 因为面对自己的追求和工作目标 向违背时呢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选择离开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小小的个人原因啦 大佬素材网站推荐薄碑 箭头动画等你素材 那素材网站可以看我前几期的分享 找小动画给推荐上 因为上面有很多高质量的小动画和小元素 但是有一部分需要付费 大家可以斟酌自己挑选 下一个问题 什么鬼 深夜爱情故事 新多江他想听深夜爱情故事 关我什么事情 那这个我觉得你会比较有发言权 对吧 我不知道 那你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不知道 我看不见 我听不见 我看不见 怎么练出男人的翘吞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兄弟特别奇怪 他从哪里看到我的翘吞呢 他从声音里听出来 声音里听出来 我是个翘吞男人是吧 我觉得硬拉和深蹲 都是能够提升你屁股维度的一个方法 下一个是什么环节 送奖环节 没错 没错 我们要送礼品啦 十分感谢各位小伙伴一直以来对阿树频道的支持 那么大家可以把想对阿树说的话 或者对星头这样说的话 我们写在评论区下方 那我们将会抽出五位小伙伴呢 三个小伙伴可以获得 一次性成像的一个胶片相机 两位小伙伴可以获得 TBT月租大会员 正展日子还是很大的 那大家赶紧在评论区里面走起来吧 我们会看的咯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拜拜